3月10日当地时间8点44分 埃塞俄比亚航空的一架从埃塞俄比亚飞往肯尼亚的客机 在起飞后不久坠机 机上157人无人生还 包括8名中国乘客 出示的这架客机机型是波音737-8 这是继去年10月29日印尼失航空难事故之后 波音737-8飞机发生的第二起空难 鉴于两起空难均为新交付不久的波音737-8飞机 且均发生在起飞阶段 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本着对安全隐患零容忍严控安全风险的管理原则 为确保中国民航飞行安全 3月11日9时 民航局发出通知要求国内运输航空公司于2019年3月11日18时前暂停波音737-8飞机的商业运行 民航局将联系美国联邦航空局和波音公司在确认具备有效保障飞行安全的有关措施后 通知各运输航空公司恢复波音737-8飞机的商业运行 从莱特兄弟发明飞机开始 人类在对抗地心引力 完成空中飞行的梦想越来越成熟 当时间进入20世纪中叶后大型客机的安全性已经实现了质的飞跃发展到今天飞机成为出行安全率最高的交通工具 但一旦出现空难 严重性也是最高的 因此每一次严重事故都推动了飞行安全措施的提高 1956年6月30日联合航空一架DC-7与环球航空一架超级星座 在大峡谷国家公园上空相撞坠毁 128人遇难 这次事故促使美国花费2.5亿美元 升级空中交通管制系统 此后47年美国再也没有发生过客机相撞事件 也催生了联邦航空管理局 在1958年成立以监督空中安全 1978年12月28日联合航空一架DC-8从纽约飞抵波特兰时 因起落架故障在机场附近盘旋约一个小时 尽管随机机械师警告燃油消耗很快 但机长仍坚持花费太多时间进行降落准备 结果飞机油料耗尽坠落在机场附近 造成10人死亡 对此美国围绕新的座舱私园管理 改进了座舱训练程序 放弃了机长及上帝的传统 强化了团队合作和机组沟通 形成新的标准 1983年6月2日 加拿大航空一架DC-9从达拉斯飞往多伦多途中 机内从厕所冒出黑烟并开始蔓延 飞机紧急迫降 新兴内提 但着陆后不久机内起火 造成23人死亡 此后联邦航空管理局要求飞机厕所内 安装烟雾探测器和自动灭火装置 5年内所有客机在坐垫更换防火层 设置地板灯便于乘客逃生 1988年后建造的客机采用了更多的祖人材料 1985年8月2日 达美航空一架洛克希德L-1101准备在达拉斯降落时 遭遇雷暴被闪电击中 飞机速度巨强 再跑到附近坠毁 机上163人中有134人遇难 经过7年调查 促使封切变探测装置成为客机的标准配备 此后只有一次与封切变有关的事故发生 尽管大峡谷撞击事故 促使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升级 但对小型飞机仍力不从心 1986年8月31日 一架派破四座小型飞机飞错航线 撞上正要在洛杉矶降落的 墨西哥国际航空一架DC-9的纬度 两机相继坠毁 造成机上和地面共82人身亡 此后联邦航空管理局要求小型飞机进入管制区 要向管制员发送位置和高度信息 航班客机也要采用防撞系统 防备潜在的相撞 1988年4月28日 阿罗哈航空一架19年机灵的737 在夏威夷上空发生机舱大快脱落 许多乘客暴露在外 飞机奇迹般的在冒一降落成功 只有一位乘务员调出飞机身亡 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事故原因定为 长期使用后机身的腐蚀和疲劳 对此联邦航空管理局在1991年开始 要求加强对高使用率飞机的检查和维护 1994年9月8日 全美航空一架737即将着陆匹兹保机场时 突然翻滚坠落 机上132人全部遇难 黑匣子记录表明方向舵突然完全偏左 导致飞机翻滚 经过近五年调查 认为是方向舵系统的一个阀门故障 当飞行员尽力踩右舵踏板时 方向舵却在左转 结果波音公司花费5亿美元 改进2800架737 此外为了解决航空公司和事故受害者 家庭之间的矛盾 美国国会通过了航空受害家庭援助法 尽管客机采取了一定的防火措施 但对乘客的保护仍然不足 1996年5月11日 瓦卢捷航空一架DC-9从迈阿密起飞后 货舱内一批化学氧气发生器 因碰撞发生火灾 飞机坠入沼泽地 导致机上110人死亡 联邦航空管理局对此反应 是要求客机的货舱内 也安装烟雾探测器 和自动灭火装置 并限制在飞机上运输危险物品 1996年7月17日 环球航空一架747从纽约飞往巴黎 在长岛附近海面上空爆炸坠落 230人遇难并引发巨大争议 根据飞机残骸的调查 否定了恐怖袭击或导弹击落的可能 结论是邮箱内电线短路产生的火花 引起燃油爆炸 联邦航空管理局要求采取措施 避免此类电路故障 波音也开发了在油箱注入惰性气体 防止爆炸的技术 从2008年起在新建飞机上使用 1998年9月2日 瑞士航空一架MT-11从纽约起飞后不久 飞行员闻到烟味 转向加拿大新斯科设的哈利法克斯降落 但火势蔓延 飞机失控坠海 229人遇难 调查显示火灾源头 来自机上家庄的娱乐网络系统 线路发生过热后导致易燃的拒止 薄魔绝缘层起火 此后联邦航空管理局下令在700多架卖到客机上 将易燃绝缘层改用防火材料 每一次事故都令人悲痛 但这是为什么 因为那些血淋淋的教训警示着人们 任何一次疏忽 代价都无比惨痛 正是这些飞行事故 让人类在探索航空安全中不断进步 这才有了今天越来越规范的技术制度保障 守护着每一位乘客的生命安全 让我们依然有勇气走进机舱 感受现代科技 为人们提供的快捷与便利